日前,昆凌以嘉宾身份参加节目,首度大谈同周董的相识经过和内心世界。 昆凌大方表示,当年第一次见周董只有17岁,那时候周董为自己的歌《你好吗?》身兼MV导演。 而昆凌去试镜,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,之后就开始拍拖。 而第一次约会地点是在篮球场。 昆凌表示,当时我都是在看她打球,但我现在经常和她打球了。 昆凌还坦言,没有想过她20岁会结婚,21岁生小朋友,这些都不是她的人生规划。 觉得自己心态上还是一个小朋友,还想同朋友出去玩,开party,但她还有孩子。 现实我的小孩已经4岁,我现在好开心那时候选择去生孩子,因为孩子我也成长了很多, 开始不只思考自己,开始关心别人。